各位相亲 各位富兰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大学 四位了 我是被骂成小三的瑞雷 我是被说成鸭子的小抱 这一期节目的主题是 我们如何活到毕业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发生了一起大学生 持刀砍伤室友的事件 上海富丹大学 今天爆出了一条震惊网络的消息 该校一名马上升为博士的研究生 竟然遭到投毒 那么目前大学生被杀害 或者自杀的现象是层出不穷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条 来自重庆陈报的报道 说男子认为老同学 总抢着买单是炫富将其杀害 另外一条报道是来自华商报 说南行学生被设有刺死 凶手为玩游戏杀同学 另外一条是来自不知道什么网的报道 他说北科大学生酒店杀害同学 自称完成同学心愿 一条来自东方金报的报道 说郑州俩大学生打扑克起纷争 一人被摄有捅伤后身亡 还有杨紫婉报说 大学生因同学在宿舍卖袜子 将其捅死 比如说信杨的一位16岁的少年 被起外号说是杨伟 连统同学十几刀 最后是一条来自广州日报的报道 说有一个男生被嘲笑是gay 捅死自己的女同学 还有一条呢 刚刚视频里我们看到那些 你杀我我杀你自杀的他杀的 其实都是一些真实的情况 在这里我们要为那些死去的大学生 其实我们做这一期的目的呢 就是想让大学生们更健康地毕业 让毕业的大学生更健康 对我要健康 我要成长 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为什么大学生他们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要把自己的刀捅向自己的社友 还能他拿刀你不管吗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不要试 难道这有快感吗 你要不要试一下 我 我去杀个人 我要去杀个人 小伯已经婚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段视频 视频之后 接下来的节目 累死我了 等一下 我有什么能够 所以这些人 还有 Ma separate 没有信号 接下来 全看 事情 节目 那啥字啊 我是真不知道呀 我们宿舍关系一向都挺好的呀 有一回 老盘和小吉吉 在斗地主的时候 狠狠的超过一家你不知道 他们在床上翻云覆雨 交成惊铁动地呀 那个财力我都不忍心去看了呀 狠狠 到底出过 吵架 哦 真相只有一个 你和死者吵过一次 怎么回事 哎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好吧 我和盘盘已经好了两年多了 哎 那次斗地主我和他吵起来了 有目击者说你要搞死他 哎哟 小情侣 答答骂骂很正常的啦 那你知道他和谁关系不好吗 哎 这个我知道 那个亮亮啊 跟他老 老是关系不好 老是嘲笑他 我觉得他肯定是在投毒 你看 你看盘盘死的时候 都口吐白沫 肯定是中毒啦 有道理 但是社友之间相互猜疑 也太恐怖了吧 根据调查啊 根据调查 你很有作案动机啊 那你 我 我天天在启示就是噜 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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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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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讲 我讲我讲 快说 这老潘的 他好恶心 他天天跟那个吉吉亲亲我我 其实我爱吉吉 他要跟我讲 他好 我每天在录的时候 他都要在旁边 吉吉 恶心死我了 我告诉你 这种人拉着全部都不吃 欢迎回来 刚刚爸爸已经疯了 我回来了 疯了 我回来了 我杀了 已经回来了 我杀了 你还再去杀两个吗 我把那个 那个东西碎石万段 五马分尸 我把它灰飞烟灭 杀谁了 谁跟你这么大的恩恩 我一下楼 就下楼 啥谁 楼管阿姨 我一下楼 我就看见一个大树 把大树砍了 大树的下面 有个草 草砍了 大虫子 有个大虫子 我把它给 话时候了 就说到这个 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 比如说马家爵的案件 还有这个清华的 这个朱某某 还有这个复旦大学的 这个投毒案 其实说起来这个原因呢 就那么几个 对 嫉妒的 自卑的 还有看不顺眼的 还有些没有什么原因就 脑子一热 不过说到这个嫉妒 雷雷你嫉妒嫉妒 嫉妒不嫉妒别人 我嫉妒别人 我非常嫉妒别人 你说嫉妒谁 比如说我嫉妒 抱口尾比我黑 我还嫉妒 盘导比我猥琐 我还嫉妒 苏公公 傻虫子 放过虫子吧 好 其实我觉得嫉妒 说到这个嫉妒 我觉得跟我们的教育问题 是分不开的 是的 最近我们也看了一个报道 说是这个中国呀 致力于从小学就开始 小时候就开始 培养我们的嫉妒心理 怎么说 从这个幼儿园的时候吧 就比如说老师 你表现好了 给你打一个大红花 给你盖个大红花 你表现不好了 给你盖个大黑花 甚至有时候 给你盖一个大菊花 放开你后面的大菊花 突然想起了 我小妹妹 小妹妹 他们班上有个小朋友 一捡到钱被老师表现实惊不昧 然后每一天就盯着地上找 结果发现了一条大虫子 你放过那只虫好了 你知道捡钱 它不是容易的事情 捡不着吗 就把爸爸的七百块钱 一偷借给老师 实惊不昧 你看 确实是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还有跟家长那些攀比的心理 也是分不开的 是的 我们大学生 到底怎么样去缓解 这个嫉妒心理 甚至是怎么样解决 这个嫉妒心理呢 广告之后 我们来看一段采访 大虫子吧 别误会了 别误会了 打撸啊撸啊 寂寞男人撸啊撸嘛 就是听听歌啊 听听歌去唱歌 就跟朋友出去唱歌呀 逛街吃东西什么的 然后像一般 我们这一类人 这里都是有点神经病的 所以一般 这种负面的东西 我是会给它拿来利用起来 比如说 对于一些什么创作啊 什么灵感啊 什么东西的 然后就是说 让这个负面的东西 能达到有一定的那种 就是对于我们有帮助的东西吧 然后同时也是 缓解心理压力 这种 我是听歌啊 一般喜欢是 然后就是 去打游戏 然后去音乐了 或者优越感 大家回来 然后就是说 出去玩 我一般都是 看看什么 日本大片啊 看新闻联播啊 哦 我平常喜欢学习啊 给大家捏手机写啊 何日功臣 明岁了 还乡 最小 陪工 三万场 不用 速离乡 我心理问题的方式 对于普通大学生来说 是听歌 唱K 二比大学生呢 那就是看片 强撸 文艺大学生 是创作 写诗 哎 那个 看新闻联播 那个哥们啊 你果断是大神 实际上呢 每个学校都会设置一个 大学生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那么接下来就让梅瑞 带大家去体验体验吧 心理健康指导中心的设备呢 相对还比较专业一点 我们有设置心理咨询室 还有心理宣泄室 心理放松室 砂盘治疗室 案例分 案例诊断室 还有团体辅导室 这是我们学校的 心理宣泄室 你中间说 比如说你们心理有压力 或者心理有排解不出来的 或者感到很坤勁的时候 就可能来到这个训诊室 打几个设审人 然后你受到压的时候 哦对 然后你受到上男的这个训诊 先把他出来 对不起 放松床 然后旁边这两张是放松银 像这一张放松床的话 它有配备灯光还有音乐 有助于放松的时候的那个气氛的营照 然后主要心理放松呢 它实际上是我们心理治疗一个很基本 包括很重要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法 因为包括我们压力 压力释放 包括可能遇到某一些东西 很容易紧张 考试紧张 也需要用到放松 包括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 我们也可以自己来放松 像富士放松 还有凶势放松法 还有一个异象的放松 也就是像我们瑜伽训练当中的放松 实际就是跟我们这边的心理的放松 也很相似 许多事情都要等到酿成悲剧之后 大家才知道反思 其实纵观刚才那些杀人的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缺乏人文关怀 大家可能更加注重的是 我们这些大学生 是否拿到了四六级证书 成绩是否过关 成绩是好是坏 这些问题 而忽视了对我们内心问题的探讨 是的 其实在我看来 那些杀人凶手们 他们同样也是受害者 或者说他们同样也应该受到我们的同情 因为他们也是这个社会上 没有受到关怀的角色之一 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 谁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呢 真的是那些拿着刀的有为青年们吗 还是这个纸醉金迷 物欲横飞的社会风气呢 好了 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们要在一段轻松活泼的短片中 结束我们今天这个沉重的话题 我跟你一样 期待下一期节目 拜拜 好 发生你这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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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死不老啊 这 这 这死了啊 无量受伏 不过 劳纳法号 上帝小名耶稣 啊...the guy... the guy 真是个tragody 那个... 他死是because of friend online 那个...cute 大哥 虽然我过了四季 但是... 这到底有什么意思 你什么时候过了四季 哎我去 这都听不懂啊 我是说老盘啊 他就是看了网友上期的评论之后 咔咔就气死了 哎 这样啦 哦 阿姨 这个是哪里呢 到底是情况